Hello,射手座的朋友大家好 你们2020年8月的运势嘛 就是是一个比较焦虑,比较惶恐 比较有一点担忧的运势 因为你们有一张月亮牌 然后还有一个保健酒 这个看起来都是比较忧郁的状态 就是对很多事情就是有很多的担忧 然后不知道这些事情会怎么样 很焦虑,比较敏感 觉得很多事情付出不值得 然后有点焦虑,有点痛苦,有点恐惧 有一点失眠的状态 就是这一个保健酒跟这一个月亮牌 带给你们在这个月的状态 然后有一部分的人因为他有星星牌 还有这一个圣杯石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他就是是焦虑的 有一部分的人他可能可以用一种和平和谐 感恩的心情去往前展望 然后就去超脱这一份焦虑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此而达到他的幸福 因为这次的牌注就是这两张 这是同样的能量的一组 然后这两张 这个比较接近于同样能量的一组 就是星星就是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然后圣杯石就是一个和谐 就是你看这个图像就是一个和谐的家嘛 爸爸妈妈跟孩子嘛 那就是有伴的朋友 如果你抽到圣杯石你们已经谈到论级婚嫁了 然后又有星星牌又有圣杯石就是代表 可能对方会来跟你求婚 或者是你会想要跟对方求婚 不一定就是对未来有愿景的就是这个牌面的部分嘛 然后也许也是因为情感本身就是变化很多的意思 然后有时候要负担情感 又要负担经济的责任 所以你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就会想太多 你看就会像这只狼一样好累 就像这个人一样好累 就是没有必要就是想这么多 因为既然有这个温和幸福的能量 就让他继续 然后呢因为你有一个那个保健国王 所以如果你是男性的话 会是一个认真严肃 然后很愿意去面对 然后去去付出 去在你的职业上啊工作上啊 家庭上都非常严肃面对 去建立那个很稳固的状态的 嗯一个一个保健国王 他是严肃的理智的 然后成熟的甚至是专业的 然后非常有礼貌的 然后很公平 很讲公平公正的 大概就是这一个保健国王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男性 你可能你就是一个保健国王 然后你想跟你的伴侣求婚 然后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啊 不知道是感情的问题 还是经济的考量 就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 就是有一点类似这个就是射手座的情况 可是也就请你放下你的担心 用一个比较幸福 比较温暖 比较安定 比较有良好的兼容性 有一种良好联系的状态去维持它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有助于您的身心健康 因为您的担心会影响到您的健康 这是必然的 尤其这个保健国王又跟保健酒 隔在旁边 这个就是在健康问题上呢 你需要注意一下 基本上保健国王又保健酒 这就代表您是一个高情商的 保守和平衡的人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甚至工作多年的话还是一个相当优秀的男性 其实女性也是有 但是女性如果保健国王的能量的话 那他真的就很严肃很阳光 女性保健皇后就已经很严肃很阳光 如果你女性你拿保健国王 那就真的是杀法果决 就是都还可以设定一些目标 让自己去达到的那种就是这个状态 所以无论如何保持健康 然后建议早睡早起 然后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然后促进健康 这个会有助于你们的运势发展 因为你们的担心跟忧虑的精神状态就是 在这个月就是不是很好 请你鼓起勇气去面对寻求更多的突破 然后不要担心不成功 不成功就再重来而已 即便感情也是这样 他现在没答应你 也有以后啊 这个不行还有下一个啊 因为很多缘分 因缘果报它是变化 它是连环的 它也不是一定就是百分百 所以竟然是听天命 然后还是做最好的自己 就有办法让自己呢 去往前走下去 然后建议这一个射手座的朋友 你们可以多听音乐 多听一些轻音乐 一些各什么水晶音乐啊 然后古针啊 琵琶呀 然后小提琴大提琴 都是很不错的 就是听音乐 尤其是轻音乐 范宗沛啊 林海啊 风潮音乐出了很多都很不错 它有能够让你去获得 愉悦的舒心的感受 就是听音乐 我念的那些是我自个儿喜欢听的啦 就是也是给您一些建议 你喜欢听的话 您去找您喜欢听的 总之这个乐 听音乐会是您抒压 跟休闲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它会有助于让你的健康方面 有很大的稳定 嗯 这是对你健康稳定的话 你这个月的运势就稳定了 因为你一旦健康好 心情好 你就会把你的心思 放在这个圣杯时的状态 这个幸福愉悦的状态 还有这个星星牌的 充满希望的状态 因为能量是相对的 你只要偏正向 你正向能量 你这个月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偏成负向的能量呢 你就是非常忧郁的状态 跟这个鬼哭狼嚎的状态 所以呢 就建议用音乐去舒缓 去改变你周遭的能量 因为音乐是改变一个能量最快的 基本上像 大陆地区为什么半春晚 什么那么重要 为什么那些音乐那些歌曲 都要都一定要挑选过 因为它真的是调节频率 很重要的一个声波 音乐的声波是非常迅速的 然后它可以直接到脑波 它可以直接把一个人的 那个状态调整到 比较适合的一个位置 所以音乐是 是很重要的 以前孔子说那个 咪咪之音嘛 他光听某一个国家的音乐 他就知道那个国家可能不久了 因为他听那个音乐 他就知道那个音乐 一旦听了那个地方的百姓都 状态不会很好 所以音乐的那个声波的状态 是相当重要的 然后祝福这一组射手座的朋友 因为如果你们发挥 你们平静安详喜悦感恩 然后又非常开心的心情 去建构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 非常美好的未来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月未必不可不可行 因为你这个月或许求婚是会成功的 尤其之前情感很稳定的那一波 但是如果这个月是单身的人的话 我就不建议了 因为你单身你没有对象 然后你又是忧郁的状态 你这只是追别人 你觉得能成吗 所以单身的不建议 但是如果已经在一起很久 只是种种考量 以至于没有走下去 那你这一个月会是求婚的好时机 因为他如果真的愿意同甘控苦的话 他是正面负面都会看到的 这个才是长久稳定的伴侣 就是大体上的建议就是这样了 然后工作就是平稳就好了 你就是保持身心健康 然后工作就是有平稳 然后收入平稳就够了 这现在工作的状态 要么就是很成功已经平稳了 经济已经很稳固了 要么就是还在颠簸 但是你这个月的工作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比较在情感上 然后情感上还专注于 有对象谈很久的那一波人 单身的那一波人呢 最近你就是工作也是有做放平 然后该尽的本分去做就好 单身的爱情这个月也不要想 因为你这个月是顾好 你的身心健康的重要一个月 你自个儿 你自个儿如果不是调节的非常好的话 我不认为你在这个月你去追求 一定追得到 我觉得不大可能 因为这个月的状态比较萎缩 宁可去听个音乐会 或者是一个人 把那个心情从担心的转向幸福的 我觉得这个会更适合你 好了 那就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喜欢的帮我按赞 然后分享 然后订阅 感谢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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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